我這邊應該都有圖解 就照這個圖解 這重點在這邊 OK那就把這個畫面 稍微看一下照著做應該OK 然後這邊有需要的程式碼 也會有 那你往前 滾輪往前推好像可以放大縮小 這個現在 Google硬碟還做得還蠻最新的 直接線上就可以看圖 OK那這幾個地方會修改 改完之後應該 做完就OK了 所以弄出來之後的話 比如說我這邊產生個數八個 按確定之後 就會弄八個出來 最後當然我會自動把它清除掉 有沒有 最後是少寫一個 我覺得 好像最後如果沒有清除掉就再輸入就 不太方便 所以我最後把它清除掉 那最後清除掉也非常簡單 怎麼樣呢 把這個裡面 ED02 點什麼 點set test 等於什麼呢 等於空字串就好了 這個裡面的東西就不見了 多一行而已嘛 應該 應該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最後的話 我只有多寫 這一行 這一行什麼意思呢 就是當我 把資料 輸出之後 有沒有 就把那個 這個AD test 裡面的就是裡面的資料清空嘛對不對 清空就是用什麼 Size test 對不對 等於什麼 等於空字串 這樣就完成了 就多寫這一行而已 其他的sample 我想各位也盡量就是多花一點時間就可以很快做出來這個這個sample 但是不過這一題有一個 有一個問題 降案確定會怎麼樣 按下去就這樣 應該不是這個 這個這個 理論上是按下去 因為我有我有做那個 Debug 所以 這邊的話 你按下去之後的話 他應該會 會crash掉 就是會當掉的意思 這個 除錯 我用到除錯 把它執行 執行完之後你會發現這個地方應該就有這個 這個錯誤出來 那也就是說 因為裡面沒有值 那我沒有空字串要丟給那個 這個integer 點Value 他轉型 空字串沒東西可以轉 所以怎樣 他會有 arrow 那也就是說 這地方會有什麼 所謂的 我會有什麼